一分钟解读链上数据 但你掌握24小时全球加密动态 稳定币法案即将通过 USDC危机解除 流通量却在持续减少 Circo公司的背后大数究竟是谁 对加密货币杀无赦 A16Z忍无可忍 痛骂美国监管耍流氓 JetGPT大升级 太太太太强了 加密托管银行Anchorage Digital 裁员20%甩锅给美国监管 混乱且不确定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3月16号星期四 B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数据 比特币的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比特币的市值占比 现在已经达到了45.5% 这是9个月以来的最高位 上一次比特币占比达到45%以上 还是在2020年的6月25号 而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 我们看到有价值 约10亿美元的比特币 回流到了交易所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日报当中 跟大家报道过的 这些获利盘有可能要有卖出的迹象 随着动荡从美国蔓延到欧洲 欧洲股市和银行股已经持续走低 之前在直播当中跟大家提过的 瑞士信贷现在已经停盘了 瑞士信贷将会成为欧洲市场 最不稳定的一颗雷 不过比特币仍旧和欧洲股票的市场 不相关 数据显示 比特币与-1100的指数相关性是-0.21 比特币与DEX指数的相关性为-0.71 比特币与斯托克欧洲600指数的相关性为-0.39 大家都在关心经济衰退的问题 为什么经济衰退要换黄金和石油 是因为黄金反映着金融的不确定性 而石油预示着经济的衰退 目前比特币从低点是上涨了25% 而黄金是上涨了5% 这些资产可能会让市场意识到 全球金融危机在步步逼近 而进一步的影响是什么 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得而知 然而作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指标的原油 在过去一个月暴跌了15% 最近比特币在触及了25,000的压力位附近 开始大幅的回落 这轮砸盘的筹码还是有之前跟大家说的 获利盘组成的 预计这个位置想要继续在进攻到26,500的高度 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 那获利盘清理之后 在24,000进行一段时间的换手之后 才可能有机会进一步的上涨 那目前的强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22,000到23,000之间 本轮的上涨可以说是又快又猛 只要能够在两到三天之内撑住不跌 那么后市还是可以继续看涨的 所以还没上车的 不妨再等两天决定是否要上车 好 我们来看新闻 由于美国政府的出手干预 因为银行倒闭而出现严重脱钩的USDC 现在可以说是捡回一条命 撕裂逃生 第一时间USDC的发行商 Circle公司的CEO 杰里米阿莱尔就接受了CNBC的采访 对于硅谷银行的倒闭 22虽然无奈 可是也并不生气 从它的语气当中 对美国政府这一次的支援 倒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虽然说USDC的脱钩问题虽然解除 但流通量仍在持续减少中 据USDC的链上数据显示 在3月13日之前 USDC因为挤兑而大量销毁了近25亿美元 尽管当天因流动性危机解除 需求上升 铸造了4.6亿美元 但在这之后 销毁量仍然持续增加 再度被销毁了20亿美元 与事件发生前的410亿颗流通性相比 USDC当前的流通量仅剩约375亿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便下降了8.5% 且趋势尚未减缓中 我认为这些选择 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看到的 risks to contagion, the risks of broader fallou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ppear to have been systemic, and I think that President Biden, Janet Yellen, Secretary Yellen,etcetera,have made a good set of decisions there. I don't think those risks have dissipated at this point entirely, but the major precautions from our perspective are, let's just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s little exposure as possible to embedded risk in the 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 system, focus on custodians that really are not significant risk taking cash custodians, and then obviously we've made this move with daily transparency into the short-term T-bills in the Circle Reserve Fund as well. 虽然说公布出来的这一段采访只有4分钟的时间, 可是如果你细细品读起来,信息量其实非常的大。 首先,USDC作为市值第二的稳定币, 他的CEO Jelemi Alar的发言是极具影响力的, 从采访当中我们看得到, 阿拉尔对美国政府出手救下USDC是给出了高度的认同, 从这个表态你能不能闻到一种USDC被美国政府拿捏的味道呢? 这也就意味着USDC在稳定币的监管上, 绝对是做出了绝对服从的表态的。 其次,阿拉尔在第二段发言当中提到了, 应对数字美元的话题,这并让我想起曾经有消息传出, 美国政府有意把稳定币USDC就当做美国的数字货币, 也就是说这种猜测从他的发言来看, 也并非空穴来封,俗话说的好,背靠大数好乘凉, 那么我们来投个票,如果你是USDC的CEO, 如果美国政府给你投了橄榄枝, 你会不会背靠美国政府这棵大树呢? 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大家知道吗?在之前的日报当中可能大家没有留意, 我们曾经给大家报道过, 美国政府其实有一个秘密的平静计划, 也就是说要不知不觉的温水煮青蛙般的去掐紧币圈的新增资金, 也就是说所有的入金通道要慢慢收拢。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美国的加密友善银行, Silver Gate, Signature Bank, 和硅谷银行让多米诺股牌一样的纷纷倒下。 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监管却还是步步紧逼, 开始对加密货币市场继续施压, 令不少昔日采取隐忍态度的加密货币企业, 面对当下的艰难时刻, 还是发出了自己的怒吼。 A16Z,这个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 它的政策总监, 今天早上就重炮斥责SEC。 在过去几周内, SEC等机构公开了针对加密产业的一系列执法行动, 许多加密从业人员都认为, 这是加密货币和新创为敌的手段。 现任A16Z政策总监, 前为CFTC委员的Bron Quintenz, 在美国时间14号参与佛州年度期货产业协会会议上痛批美国监管, 表示SEC完全失控了, 现在他们在耍流氓。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你认为, 你认为, 认为, 认为, as it currently exists, you know, has a broad spectrum in terms of, you know, fully transparent, fully regulated already, you know, at some, you know, within some states and jurisdictions, you know, through their, you know, through their crypto laws or even their legacy, you know, trust law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laws. And some are not, and some have less transparency, I think, you know, the dynamic gets a little bit harder,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pooling, you know, those assets into some vehicle, and having some level of an investment management approach around those assets. 其实也不怪A16Z这么生气,谁不憋着一口气憋着一股劲呢,这么大的危机就在美联储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我要你监管干什么,要警察干什么,要你们规则干什么呢? 那随着美联储的出手就是,银行们的储户暂时是安全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也相信,在这一次危机过后,监管机构可能重新审视流动性的规则,但是下一场危机会在哪里爆发,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人能说清楚,而我们都知道这场危机已经在路上了,那美联储你能救得了一次,能救得了多少次呢? 当然我们也相信,有时候站在一个自私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希望这个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去中心化体系,真的非常安全 新版ChadGPT强到离谱,哪些领域将会被取代呢? 4家美国银行相继倒闭,加密托管银行Anchorage要和加密货币撇清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ChadGPT因为强大的功能,几乎应对所有的问题,高精准的回答,现在是风靡全球了 而在15号的凌晨,ChadGPT的开发商OpenAI宣布新的机器人GPT4面世了,并且表示说新的模型已经达到了人类的表现水平 凭借ChadGPT掀起人工智能应用热潮的OpenAI发布了最新作品GPT4 得到这种新模型支持的ChadGPT将迎来升级 Coinbase主管Conor Grogan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他已在ChadGPT4中插入了一个实时以太坊智能合约 结果AI瞬间就找到了安全漏洞 甚至还展示了如何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攻击 如此看来的话,GPT4不再仅仅是普通用户的一个聊天机器人了 它可能会成为开发者手中的一个武器 在文本、编辑、税务,甚至更多可以想尽的领域成为强大的开发工具或者是机石 从这点来说,它比ChadGPT带来影响将会更加的广泛 一夜之间ChadGPT4引领了人工智能实现爆炸式增长的可能性 还有百度微软轮番登场 人工智能领域真实的上演了天界一天、人间一年的景象 我想人工智能的大爆发也将成为西方社会对抗这轮经济危机的一个不二的筹码 面对那些还把人工智能挡在门外的国家 你们将如何自处呢 成立于2017年的加密托管银行Anchorage Digital 是一家受监管的加密平台 现在一说受监管是不是担心它又要爆雷了是吧 其实不是 这是美国第一家联邦特许的加密货币的银行 为机构提供无与伦比的安全托管、合规性和产品规范以及客户服务组合 现在它的估值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 在第四家美国银行相继倒闭的环境之下呢 Anchorage Digital不仅宣布要裁员 另外还要减少公司对于NFT的关注 日前加密托管银行Anchorage Digital表示 公司正在考虑取消包括莱特币在内的利用率资产托管支持 并且还会减少对NFT的关注 这意味着在最近发布完NFT功能后 将减少对机构级NFT功能的投入 另外Anchorage Digital还以美国的监管不确定性为由 宣布将裁员75名员工 约占其员工总数的20% 好 那这个Anchorage公司采取的这个非常贵的措施 其实让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猜测 是什么 待会儿跟大家讲 那自从3月8号美国银行倒闭朝开始以来呢 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采取了非常贵的措施 为SVB和Signature Bank的所有的储户 提供了担保25万美元的一个托底 很多人猜测说这个Anchorage这一次的裁员 和美国银行系统陷入混乱状态 有非常强的关联 而根据DeepReader的数据显示 尽管机构的NFT的采用率非常的低 但是散户投资者的NFT交易量 仍然是非常强劲的 2023年2月份的交易额超过了20亿美元 那么作为一家受监管的加密托管银行 一家合规的机构 在这场乱世当中 为什么要和NFT撇清关系呢 那么这是不是释放出一个 在未来NFT将会受到美国政府 强监管的信号呢 好 来看今天的币圈大事件 日前美国政府在一份文件中表示 Binance.us提出的10亿美元 购买破产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Voyager资产的交易应暂停 同时应解决关键的法律意义 加密货币交易所Bit Stamp 最近将员工人数减少30% 从去年9月份的约650人 减少到2月份的450人 近日Lidl发布关于其以太坊上协议 V2升级的情况更新 表示Lidl VR将于下周上线Girly测试网 在进行约4周的测试后 以太坊主网上的Lidl 预计将于5月中旬升级至V2 DeFi借贷协议Study Finance宣布 其Token空投申领页面正式上线 符合条件的DeFi用户可接收分配 STRDY Token目前暂不支持转账 据报道 Ripple的前顾问和现任美联储监督副主席 迈克尔·巴尔已被监管机构董事会 任命为硅谷银行的监督和监管审查负责人 巴尔将负责对倒闭银行的监督和监管方式 进行彻底和全面的审查 并在5月之前准备后续工作 好的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 我们希望每天十几分钟 对于币圈 链圈 矿圈 新闻的梳理 能够对您了解这个圈子 投资这个圈子有一些指导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您够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节目打造得更加的专业 那在这个链接当中 您能看到我们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和您一起挺过熊市 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